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跟财运相关的首相特点 天文上方,也就是在水晶秋的位置 出现这个跟天文垂直的树条细线 这个叫全财文 那这个文路呢,数量越多,财度越广 越容易取得财富 这里的文路大多数都是偏财方面的财运 所谓的马无叶草不肥,人物横财不富 这个偏财呢,往往是横财 这个是容易取得意外之财 实现什么跨阶级的一种跨越吧 就是无产阶级到有产阶级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它这个水晶秋,就是这个无名指下方 出现这个财运线 这个财运线的纹路啊 跟这个太阳线,太阳秋中间这根线 其实是同一根线 说的就是太阳线 掌管人员啊,这个人呢 往往是在社会上名望不错 而且容易成为这个 由于这个人际关系比较广啊 容易成为成功人士 而且取得不凡的成就 这种手枪通常是有非常好的财运呢 通过这个投资啊,或者生意啊 能够获得一些财运呢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 这是钱财文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斜线啊 这个斜线就是从这个 这个贯穿什么呢 贯穿智慧线跟感情线呢 大多数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啊 有非凡的商业头脑 对金钱非常敏感 而且呢,这个财富观念非常的不错 一生啊,为了金钱而奔波 而且容易啊 在大多数眼睛 这个人眼中是铁公鸡 非常节省 开源节流 这种人 星星纹路啊 星星纹路呢 是出现在这个太阳丘和木星丘这个位置 表示而民主自身的这个运势啊 最近特别好 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财富降临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这个水星丘啊 水星丘这个位置非常的饱满 红润有光泽啊 呈现隆起的状态 不仅身体健康啊 有良好的精神状态 而且财运是相当了得 只要是自身呢 肯付出努力 必然是能够获得理想的安逸生活 这是几种有关财运的这种手相啊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客户呢 可以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